但同时间也很多人想问 我们的疫情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现在就被外界点名说 当初机师检疫期限放宽3加11 这个决定到底是谁做的 关键的4月13号会议到底是谁主持的呢 就在28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才说 当时是由副指挥官陈宗彦来主持的 但是今天下午陈时中就还原了整个事件 说陈宗彦当天其实没有主持这个会议 而且也没有立委官说这件事情 这些政策通通是经过专业讨论 而且一切由他负责 记者会上陈时中突然说要负责 因为5月28号在立法院协商时 有立委决问4月13将机师检疫 缩短为3加11的会议是谁召开的 应该是我们副指挥官主持的 是陈副指挥官吗 对 说成是这个陈宗彦副指挥官主持会议 那事实上我回来查理以后 那陈副指挥官并没有参加那一场会议 从后福特饭店再到疫情 外界不断点名是因为缩短机师检疫 从原本的5天居家财 因加9天自主健康管理 改成3加11财产生破口 关键就在4月13号那天晚上 陈时中也说13号的会议包括疫情监测组 边境检疫组 社区防疫组跟医疗应变组还有专家 但开会前民进党立委范云曾被点名 4月1号找卫福部开协商会 那至于大家常常在讲说相关的公厅会 会有立委来介入这事情 没有从来没有接过这些立委的电话 甚至还有议员点名桃源市长郑文灿 是疫情祸首 我并没有参加这个三加11的会议 那也没有主张或者承诺 三加11的这个检疫方案的调整 总统蔡英文脸书才po了一张照片 和陈时中同框并感谢他 不论挑战有多么大总是一肩扛下来 不管过程如何要继续力挺陈时中 华氏区与叶峰 我是松前台北报道